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东方学与非洲学的现代研究与教学方法 是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亚非学院的组成部分 该教研室的创始人和负责人 是亚非学院对外联系工作的副主任 历史学博士 Zirala Methevna Sadomnik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是亚非学院和教科文组织教研室国际网络的一个分支 教科文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促进世界和平 因此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科文组织教研室的任务 是将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 与文明对话的实际发展 有机的结合起来 考虑到世界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式 以及俄罗斯领导人在2013年宣布的转向东方战略 这是21世纪非常紧迫的任务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在东方与俄罗斯比较研究领域 培养提供为期两年的硕士课程 莫斯科大学有几个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但是亚非学院教科文组织教研室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是唯一一个毕业生教研室 它使申请人能够进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此外 四个模块的培训课程相结合 使亚非学院教科文组织教研室具有独特性 第一点是俄罗斯研究 它旨在使研究生熟悉俄罗斯的文明 以及其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比如俄罗斯与21世纪的文明问题 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 民族心理学等课程 第二点是文明 它给出一个国家 例如俄罗斯或中国 以及欧亚大陆和世界舞台上的各族裔 宗教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看法 而这些是族情捐关系和信仰对话 课程中的课题 第三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 他们的任务是指出国际关系的实质 以及俄罗斯和东方在其中的地位 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当前世界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和新兴多极世界条件下的斗争 本课程包括俄罗斯和国际政治经济组织 它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国际关系 现代地缘政治中的俄罗斯 俄罗斯和亚太地区的国家 俄罗斯与欧亚一体化问题等 第四点是比较学课 他们旨在提供所研究区域的全景视角 并着重从历史角度进行比较 这些是西方、东方和俄罗斯联邦长期发展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以及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宪法等课程 总之,这四个模块的课程 旨在使大学生对现代世界及其威胁有足够的了解 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维护其主权和文化特性 人民和国家的合作是必要的 而这种合作的关键 是对国家和文明的比较分析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的学生 据此获得文凭的培养方式 被称为东方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 这绝非偶然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的研究员们 以其署名出版了几本教科书 Kirir Andriyevich Fursov分两部分 编写了教材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语文明问题 Fragislav Fragislav Kruglov 和Yarisandrovna Sergeyeva 分两部分撰写了一部 关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教材 中国 历史与现代性 此外 Fragislav Fragislav Kiruglov 以及三位同事 合作出版了教材 书面演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如何用中文写出完美的论文 该教研室的研究员和合作教师 包括以下领域的专业人员 文明对话问题 俄罗斯与东方的互动 国际与伊斯兰教育 以及汉语教学问题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纪迅速增长 由该教研室主任 因ститута Страна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ГУ Я заведующая кафедрой Меня зовут Солодовник Диляра Медхатовна Я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 нашу кафедру которая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изучения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а базе нашей кафедры мы организовали важную,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магистрск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учащихся которая обозначена как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к компаратив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наша кафедра явля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не тольк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а еще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м серьезны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在两年的硕士 课程学习中 学生主要学习俄语 听讲座 并在言论会上发言 撰写 并进行硕士 论文答辩 通常 学生自己根据 研究兴趣 选择论文的课题 在我们教研室 已经有 关于国际关系 经济学 意源政治 语言学 文化 教育 民族制问题 等方面的论文 完成了答辩 大多数研究生 都顺利毕业 并且他们的 俄语知识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高 该部门的研究员们 积极参加 国内外的科学 和实践会议 亚非学院教科文 组织教研室 与很多组织 有合作 俄罗斯的 许多大学和研究所 位于俄罗斯和国外的 教科文组织 网络教研室 俄罗斯联邦 教科文组织 委员会 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秘书处 及其他机构 互动 是以参加会议 网络言论会 和其他形式进行的 教科文组织 教研室 开展积极的 专业指导工作 在教科文组织 联合学校项目的框架内 该系与东方语言研究领域的 三所领先学院 达成了合作协议 他们是 1948学院 Linguist M 17号学院 和2042学院 该系和这些学院 在教科文组织 活动领域内 共同开展 科学实践 和科学方法论活动 该系的学生 可以在这些学校 进行教学实践 他们可以使用 他们的母语 例如中文 作为外语 教授莫斯科中小学的学生 他们还可以举行 关于俄罗斯与东方国家 兼文明兼对话的 大师课程 亚非学院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是俄罗斯教科文组织 教研室协调委员会的 20个成员之一 该委员会的主席是 弗拉吉米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 埃格罗夫教授 他领导着 国家考试委员会 在会议上 该教研室的硕士生 进行论文答辩 该委员会还包括 新闻和新闻部 主任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发言人 马利亚弗拉吉罗夫 资哈罗 金融股份公司 Systema执行副总裁 米哈伊尔 维塔利维奇 马尔格罗夫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东南亚澳大利亚和 大洋洲中心主任 吉米特里 瓦伦蒂诺维奇 莫亚科夫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研究所所长 阿里克斯耶 亚利亚大洛罗夫教授 阿里克斯耶 阿里克斯耶 阿里克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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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你们好 我姓МАСАЛОФУЯЛИКАСАЙ 我是历史教授 并且我当儿子科学院 运动研究所所长 三十多年以前 我是亚非学院毕业的 现在我和国际文教组 研究师合作 我认为这个研究师 现在在 Москва大学 是最发达的最可靠的一个研究师 通过参加国家计划 培养对伊斯兰历史和文化 有深入了解的专家 教科文组织教研室 正在两个教科文组织内展开工作 他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伊斯兰世界的教科文组织 除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文凭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研室的毕业生 还有机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的证书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与该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主任张涛先生表示 在参加包括在线课程内的其他课程时 学生可以获得此类证书 你好 我是亚非学院 这个UNESCO方向的学生 我叫葛成 在这里我不打算 我非常想向你 我曾一开始非常想向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大学和学院 但我想了一下 不用了 因为在百科上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研室主持下的教育 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说明知识的获取 如何使人们 有能力为文明间对话 做出贡献 正如论语中所说的那样 博学而笃制 切文而尽私 人在其中矣 欢迎申请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研室 我们将会非常期待 与你们的见面 感谢观看